金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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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醫父 沒有人 可能他們出去了 我們在外面等他們 鄉君 鳳姐, 為甚麼你的臉... 別說這些了, 醫父呢 你來遲了 為甚麼 他已經過世了, 過了婚 甚麼時候的事 是七日前的事 還在哪兒 就在附近 多久 在附近 有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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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師父, 怎麼樣, 伯伯? 阿榜, 鄉君 師父, 你怎麼你的樣子變成這樣 我的樣子? 是呀 我的樣子怎麼樣? 你的頭髮全黑了, 臉色又紅潤 真是像年輕了幾十年那樣 真的? 是呀 我明白了 怎麼樣? 三十年的苦練 我終於練成功了天蠶神功 天蠶神功? 天蠶神功, 作簡自薄 至於死地後生 可惜我三十年來都摸不透他的道理 所以伯伯浪費了很多光陰 賢伯伯, 我還是不明白 天蠶神功是一種深厚 而有複雜的內功 要一個懂得內功的人 然後才知道怎麼練功 但是... 也需要一個完全沒有武功的人 然後才能練成大成 可惜一直以來 我只是用自己的功力去練天蠶功 所以越練越低 你的意思就是要廢掉自己的武功 然後再練才能練成 沒錯, 就像蠶寵一樣 先行作簡自薄 然後對變成另一個形狀 讓時機成熟化為蠶蛾, 破簡而出 這就是至於死地後生的道理 可惜我也是剛剛知道沒多久 我還以為你... 你以為我死了是嗎 沒錯, 一個人死了 那些功力就跟著消失 那天蠶功就跟著圓圓 進入我的身體裡 恭喜你, 燕伯伯 恭喜義父, 你練成天蠶功 可惜我不可以早點練成 如果不是, 武當就不會落到今天這樣的田地 還有... 還有甚麼, 義父 還有雲飛揚, 至今下落不明 如果不是, 我就把天蠶功教給他 合我們兩個人的力量 為了恢復武當的聲威 他是誰 義父, 他叫陸丹 是子母金環的侄子 這個是燕老前輩 燕伯伯 子母金環的侄子 為甚麼 當日飛揚無意中成的冰山雪蓮 朝廷就怪子母金環保護不力 所以要把他全家抄斬 還連累他的親戚 陸丹就是要被放逐去邊疆的 子母金環為了要救他身受重傷 臨終那時候 托我一定要帶他把他交給飛揚 因為飛揚欠他的一份情 我須不殺白人, 白人由我而死 義父, 我把他交給你 希望飛揚有一天會見到他 你放心, 你先跟著我 我們先上武當清理門戶 之後我就帶你一起去找飛揚 武林中的恩恩怨怨 何時才了結 煙伯伯, 你要上武當 清理門戶, 重振武當的聲威 將軍, 你不用擁事過難過 他這些實惡不赦的人 一定要前嫁他才特別 煙伯伯, 你教訓得對 夫人 夫人 甚麼事啊 你三天三夜沒睡過了 不如先用小洗個臉吧 夫人, 雲公子她 怎麼會變成蟬柬的 我終於想通了 想通甚麼, 夫人 我練天蠶神功的時候 始終不明白一句話 甚麼話 為他人作嫁衣償 那是甚麼意思 在我救了他那天 我就以我的耐力來跟他療傷 無意之中 就把天蠶神功傳授給他 現在我已經武功進室了 可是為甚麼他... 簡中天蠶, 作簡自薄 冬眠之後, 芳婆牢牢 他現在只不過是冬眠 難怪你身上越來越多蠶絲了 蠶絲已經在兩天前套盡了 她現在隨時都會破茧而出 所以夫人你就三日三夜不眠不休 觀察她的動靜, 是不是 不錯 不錯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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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蠶破茧, 脫胎回骨 雲公子恭喜你了 你的天蠶神功已經連成 天蠶神功 把天蠶神功灌進入你的身體裡 多謝夫人對雲某有在心之德 雲某永世難忘 起來吧, 不用這麼多禮 對了, 你面上的蠶簡和蠶絲 只是過渡時期而已 很快就會沒事的 希望是這樣 這裡不是女婦, 你老爺他們呢 我帶你來療傷的時候 他們整家人都被殺死了 死了?怎麼會這樣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做的 可是我們來到的時候 整屋都沒有人了 女老爺 是 雲公子, 你別傷心了 你老爺對我有救命之恩 我... 夫人為了賈達沒有人注意的地方 讓你養傷 所以來了這裡 帶蕭魚谷的人已經來過 我想我們要盡快離開這裡 既然神功練成了 我馬上去武當 說清武當叛徒的恥肉 你也應該想去的 夫人, 我跟你一起去 我不打算去 那你... 我有地方要去 夫人, 你去哪裡 在離城三十里外 有一間向晚安 我去那裡大發修行 雲公子, 謝謝你一路相送 沈夫人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還沒說謝謝 反正你再說吧 對了, 我想你還有很多事要辦的 不如你趕路吧 沈夫人, 謝謝救命之恩 請再受我一拜 雲公子, 一必多禮 我總算對得住萬方 也對得住青蟲 等我辦完我要做的事之後 我會回來接你去一塊清靜的地方 讓你安享晚年 好了, 你趕路吧 是, 我就要找到阿鳳 帶他回來見你 我會等你 我會等你 沈夫人, 飛行就此告別 請多保重 我二入空門, 不便相送 你自己也要保重 我會等你, 我不知道 我會等你 我會等我看看 我會等你 阿鳳 阿飛由回來 你最重要告訴他 叫他上武當找我 阿彥, 阿彥, 你自己要保重 少玥姑的人不太容易對付 你放心, 我自有自張 阿彭, 你們也不用送我了 你要小心一點, 玥姑 不行, 有源頭小心照顧玥姑 知道了 好, 我們走了 好, 帥 Ger Над, 到海面 好, 祝我 謝謝 我們來了 妹妹, 是不是因為我在雲大哥旁邊 所以你很生氣 你走了 其實他是真心對你, 你誤會了 你說得對, 我的脾氣有時候暴躁了一點 我也是女生, 我明白你現在的心情 你們經過這麼多包摺, 這麼多困難 你們的感情是很寶貴 但現在我的臉這樣 你信不信我? 你? 我幫你治好他 有這個必要嗎? 有 為甚麼? 為了雲大哥 那又何必呢? 為甚麼你這麼說? 其實我覺得, 你比我更加適合他 非揚要的是一個溫柔體貼的人 就是這一點, 我已經不及了 鳳姐, 你 我想你們會相處得很好 鳳姐, 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沒想過要跟你爭 我知道, 鄉君, 你對人太好 我只是希望每個人都開心 只要你和雲大哥一起覺得開心 那我就心滿意足 我的臉現在這樣 我又怎會開心 他也不會開心 掌門... 甚麼事? 我...我搞不定他們 又是金石玉石他們 就不是他們了 他們死都不肯歸行, 還... 幹甚麼? 還出現侮辱掌門來 他們夠膽? 我就是搞不定他們 所以故意來請示掌門 看看我有甚麼辦法 你真的沒辦法 還是你自己不忍心 不是, 我真的沒辦法了, 掌門 好, 我跟你一起去 教個辦法給你 怎麼樣?你不敢嗎? 怎麼會呢? 我說過誓死效忠掌門嘛 掌門, 請 走 開地儿... й 郭玉書 不敢來不年的柳筒和我們交流 保持了我們, aqui子亮光光的 要不要再受這些氣 是啊, 少爺哥哥王八蛋 讓我進廚房拿把菜的刀 把你們一個個斬 三姐 你來了甚麼? 別當叛徒, 惡賊 四位師兄, 你們別來無恙 你們怎麼這麼怒吵? 竟然罵起掌門來 我們根本不是罵你 你也根本不配給我們罵 那你們罵誰? 就是欺師滅祖, 武當貫徒, 蒼蟲老爵 甚麼?你罵我? 叔叔 是 站在那邊 師徒 還聽說我門口的狗 我念的是幾位 和我是同門師兄 兄弟, 我希望你們考慮 能夠加入我們青霸武龍 不知道你們考慮得怎麼樣? 已經考慮清楚了 好 那結果怎麼樣? 答案又如何? 你很想知道 當然了 請過來 好 好 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 李老師 住手 剛才蒼蟲跟我說 說他搞不定你們 要我親自出馬 好 既然是這樣 我就親自示範一下 你這個卑鄙無恥 下流戰駕的惡魔 是 你怕嗎 屁 武當弟子從來都不知道 他驚字怎麼寫的 好膽量 上來 是 給他拿蜜糖 他還給蜜糖他吃 你不知道 玉石師兄他很久沒洗過糧了 你知道嗎?我拿蜜糖來幫他洗一下 那些螞蟻是最喜歡吃蜜糖的 是呀, 好辦法 那些蟻撈上去 真是很難受的, 知道嗎 你去拿 去拿蜜糖 去拿… 去拿… 去拿蜜糖 你不先拿蜜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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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下 下, 我给你划除了 我不是你的意思 我不是你的意思 你让你指手 哪儿 師傅, 你快對祖主富玉署這個奸賊 他在哪裡? 他知道你老人家回來很想偷走 他走去哪裡? 東面 黃玉書, 你還走嗎? 你是… 你沒想到一個沒有武功的廢人 不僅鍊成了天蠶神功 還會年輕了這麼多, 是不是? 你真是現衝天? 我們這筆帳現在應該算一算 師公, 你現在樣貌雖然年輕了 可是到底你年事已高 為甚麼你不長住元化洞, 安享晚年 還要在這裡爐爐奔波? 我一定會這樣做 不過我先要清理門戶, 殺了你這個奸賊 來吧 現衝天, 射學十三星我已經盡得真傳 我怕我一時錯手會傷害你 你少擔心, 我已經練成天蠶神功了 好心情 你怕我嗎? 我不擔心, 包含你 誰怕我? 律師, 你為甚麼... 秋松... 蒼蟲, 為甚麼你這麼糊塗 你要投靠附育書 師叔, 一個人老了 我可能就特別怕死 我…我在武當這麼久 從來都沒被人重視過 難道真的注定我一輩子都… 蒼蟲, 這就是你投靠蕭瑤的理由 師叔, 我…我是武當的本徒 我單求能夠死在你的手上 別讓我這麼辛苦 那我就心悶意足了 師叔, 我求求你 我們武當為何會落成這樣的田地?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師公, 師公… 真是恨難阻礙你們 弟子保護武當不力 致令武當機受滅門之變 望師公責罰 起來... 天意如此, 有甚麼話好說 師公, 玉孫那個奸賊呢? 讓他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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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不得把他身上的肉 一塊一塊蓋下來 拿來熬湯, 要快吃了 恩仔 難得你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 也這麼有骨氣 武當有你們這幫人 也可謂得不幸中之大幸 一個人是要經過磨練 然後才知道誰是忠, 誰是奸 我想請求師公一件事 甚麼事? 我想學武功, 希望師公找他 起來... 你想學武功?為甚麼? 替小妃報仇和洗清他的冤枉 那你一直都知道他是無辜的 當然了, 我跟他這麼好朋友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知道了, 當初我說他也不相信 陸丹, 你進來 煙伯伯 這位是子母金環的侄子, 陸丹 金石, 你帶他出去 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然後通傳所有的弟子 齊集大殿, 我有事要宣佈 是 恩仔, 你放心 我一定收你做武當弟子 謝謝師公找他 起來… 陸丹, 你出來休息一會兒 我稍後來找你 是 師公, 你現在要去哪裡? 我現在要去沐浴更衣 然後去袁英洞向列偉祖師請罪 是 不過有一件事, 你們每個人都要記住 對於投靠了蕭瑤谷的武當弟子 你們千萬不要難為他 因為他們只是逼於無奈 但是對於蕭瑤谷 派來假扮武當弟子的人 就一個都不能用刺 是 武當張真, 歷代祖師在上 是 弟子現衝天, 協助青蟲管理武當無方 機下武當於萬劫不復之地, 達王請盡 弟子勢必重振武當, 剷除武流邪波王道 是誰? 你…你是飛揚嗎? 師公 你真是飛揚? 師公, 你的樣子都年輕了 師公, 因為弟子練成天蠶功 所以連東西都變了 你練成天蠶功? 弟子之罪 起來… 誰傳授給你的? 獨公無敵的妻子, 沈夫人 沈夫人? 是 我們武當一向很少招收女弟子 而我記得, 又沒有個性審的 這層我也不知道 不過弟子的天蠶功 的確由沈夫人傳授給我的 那他… 如果師公信我的話 我可以替沈夫人做保證 他不是一個壞人, 絕對不會學武當 何況… 何況甚麼? 他傳了天蠶功給我之後 本身的功力已經沒有了 青蟲你真是混帳 你傳授陸絕給人, 我也不怪你 可是天蠶功 又怎麼可以傳授給我的人呢 青蟲, 你這麼糊塗 又怎麼做得掌門人呢 所以弟子練是向師公請罪的 別說了, 這些一切都讓我剷除了 蕭瑤谷和巫徒員之後 再重場計議吧 是 你現在跟我回去玄化棟 我把臉上的蠶子脫下來 多謝師公 甚至終壞了 各位, 當年你們的師祖就是我的師兄 也就是青蟲的業師, 呼目導人 他以畢生的精力, 苦練天蠶功 到他上一成功的時候 他突然把天蠶秘訣的最後一頁撕掉 因為他知道, 練成了天蠶功 他就會脫胎換骨, 易容易貌 果然在他出關那天 整個武當為之震驚 因為師祖有驚人的成就 他不單有驚人的成就 而且面目全非, 變成了別人 師公為甚麼你只變年輕了 而不是變成另一個人呢 我是完全靠自己的修為而苦練 就像蠶寵對變化為蠶惡破茧而出 那師祖呢? 他就有點不同 可能他有甚麼特別的機緣 有高人的外力相助 所以到他練成功的時候 就受到外力的影響 容貌上有所變化 在他出關的時候 沒有人敢相信他就是敷目盜人 當時就有五位護法長老 帶了他去玄化洞 用種種方法盤問了七日七夜 那樓有沒有查到結果? 初次有人懷疑他是想謀奪掌門的職位 殺了虎目盜人 但是終歸都水落石出 證明這個陌生人就是虎目盜人 可惜大家的心目中就當了他是陌生人 漸漸就疏遠他 就是因為他不能忍受這種變化 他就一時衝動 將天殘秘血的最後一頁撕掉 希望後人不再練天殘功 師公, 那你怎麼知道這件事呢 初時他都沒有說出來 一直都用一塊布蒙著他的臉 到他上天死的時候, 他才掏露真相 難怪師公練成神功之後 他的樣子就變得年輕了 是呀, 師公, 那飛揚他... 我希望你們以後在飛揚面前 不要提起玉茂這兩個字 不怕 不怕 我不怕 我叫你你說 我請問不會